指纹小到可以用来给电话开锁 大到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家 而现在维萨卡想让消费者们用指纹来付费 我们的生物识别卡片能够让你摒弃签名 而用生物特性来签字 该公司正在对拥有指纹识别功能的新卡片进行实验 把顾客的指纹与之前的使用模式进行比对 可以用芯片或者非接触式功能来进行付款 卡片将使用你的指纹 因为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特的 这张卡只能被登记指纹的人使用 如果你跟别人一起使用这张卡 那么还是需要签名 维萨卡并不是唯一一个探索生物识别功能的公司 去年万事达公司开始在南非的一个大型连锁超市 测试指纹信用卡 不必签名 不必按密码 听起来很方便 但是安全吗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 安尼尔检对生物识别进行了广泛研究 试图仿造虚假指纹 我们发现能够较好的区分虚假指纹和真实指纹 在大多数情况下 问题都是如何让黑客越来越难以袭击系统 没有一个安全系统是绝对安全的 我们要让盗窃者难以使用这个系统 简说在大宗商品购买上 还可以追加更多的生物识别特征 如果你要在蒂凡尼首饰店买10万美元的首饰 那么售货人员可能不只要你的指纹 还要脸部识别特征和其他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买2美元的汉堡 那么谁在乎那么多呢 他说生物识别特征的运用将继续发展 特别是硬件和软件成本都在下降 消费者的接受度上升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对吧 不过别发你的指纹 这是现代技术的常识 而技术的使用也更加广泛 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感谢观看